红军长征最艰苦的阶段是爬雪山,过草地,有上万红军战士昌眠在洛尔盖水草地。 洛尔盖县的史料表明,红军过草地时都在深秋和初秋季节,秋天的水草地野草暴盛,草丛里笼罩着阴森迷龙的浓雾,南遍东西南北。 草丛间积水淡滥,水城淤褐色,散发出一股苦臭的气味,广阔无边的水草地几乎长不到一条路,环顾四周都是一片片水滑地,人踩到转绵绵的草包上,稍有不慎就会陷下去,遭受涅滴之灾。 红军过草地之艰难,是后人难以感受到。 红军过草地之艰难,是后人难以感受到。 这种缝缝补补补的小事还得你来替我做。 颜阳,没事,你不是眼睛看不见吗? 可是你一个大男人做这些事情会被别人笑话的。 嗨,有多想了吧。